破冰游戏壁冬让人脸红心跳 还有对饮浇杯酒周围瞬间冒出粉红泡泡 也成功拉近彼此距离 松山之恋幸福放送单身联营活动 在主办单位精心安排下 参加者还可以获得松山峡海城隍庙的月老加持 以及五路财神的庇佑 让爱情面包两间距感情长长久久 而松山区公所代理区长施淑黎 以及松山峡海城隍庙主委沈希奇 更亲自前来祝福参加者密德良缘 曾任松山区长的台北市劳动局副局长游竹萍 也特地回娘家共享盛举 那我不晓得大家对活动的 这个活动的想法是什么 我这边是想要分享一点点我个人的一个小想法 虽然说我们有人口政策这样子的一个背后的意义 但是我个人认为活动 你们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 就是用很轻松的心情 用很轻松的心情来参加这个活动 来享受这个活动 那我们的规划团队也很棒 今天规划了很有特色的一些活动 我不能破梗 所以等一下大家一起好好的来体验 就用很轻松的心情来享受今天下午的活动 松山峡海城隍庙还为每位参加者准备一组 由道长加持过的精美伴手礼 同时为了鼓励单身男女密得良缘 只要一年内登记结婚者 将提供五组成家礼金一万元 祝福他们开创美满的未来 今天也要感谢气功手 现在是劳动局的局长了 还有我们鼓励 在这边祝福各位 这些近男美女 严满善言 良言找现 活动共有40位单身民众参加 在轻松浪漫的氛围 及松山峡海域老家持下 成功牵线12对才子佳人 配对成功率达60% 区公所希望借由举办单身联姻活动 让参加者多认识朋友 促成更多美满家庭 传承幸福的下一代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之后 向导台北报道 空湖 osh ann 向导台北报道